现在Pero选择了两个点 这里的话天门还是把男人给抓住了 逮到了 逮到了 现在就看一下有没有人车在往那边看 好像一上来 第二场不是很顺啊 上一把的话也是推一个强侧 在什么地方 应该没车了 如果说有后手的话 他应该是 就是把车藏在这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万一回来 因为你已经想好了 有可能要回来的嘛 对吧 这个圈不可能是 应该是要批评一下 这个你完全没有准备后手 哎 金波怎么把天地地给打了 掉线了可能是 掉线了然后 从他们这个角度进圈的话 就一定会有其他队伍去打架 我感觉Pero应该有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在 上来先抽12根 是的 这两兄弟可能少猴戏 等滑子抽完了以后 没得抽了啊 大家都憋着 我这颗雷要出事啊 哎呦 这AOE 两个拳的烤鱼 然后呢 可以拖下时间 好现在我就看一个侧门 等队友 我只能说烤鱼这波右立大功 烤鱼这波右立大功 竟然这个雷太关键了 队友直接过来反扑 现在CT界 只剩一个 一个人 把厕所人员闪住 哎 这太稳了 烤鱼 可以啊 很可以啊 真的可以 烤鱼很可以 这烤鱼 以前SMS 当时 刚开始竞赛 就是烤鱼加奶奶嘛 对吧 嗯 这两局下来 单看SMS 确实很优秀啊 哎呦 龙宗泉 GUD V 上一局都是二人组 专家 GUD V这个选手 就是你觉得他 好像很吧 这个这一波扫车 真的是准 是 然后这边小路 哎 直接追上去 什么 哎 一起秀 是 大家都来秀一秀 气氛到位了 这个是 对的 气氛到位了 打开了 我感觉整个情绪上了呀 福恩 嗯 哦 天鹿 嗯 天鹿冷静了一手 他在旁边这个反鞋 这里站着 嗯 还好北边顶上没人吧 不在圈吧 只能这样说 只能说活着就好 对 活着就好 这边RBS竞权也难了 就毕竟 最东边的东西 这波是三大幻神聚首 季后赛啊 RBS来到这个房去的话 那IPUI真的好开心啊 全部都是远距离攻击 是的 火梁脚下就有人 火梁 已经融入其中啊 嗯 嗯 先把这里手里队友要盯住啊 博梁这个圣报 我差点又把自己炸倒了 哈哈哈 这手雷的距离在中间 两个房子中间 而且自己为是暴露博梁很危险 现在被闪了 吃了个满闪 吃了个满闪 是的 这个满闪过来 我我我我知道 啊 这小组怎么被换身 怎么啊 是被牛海皮给摸了啊 是的 呃 马鱼龙气如果还不太好服 是你好迅速的直接冲到了这个房子里面 只能说措施timing啊 另外一边sms的话 这里也是和悟空的一波交手 好 17前面是掉了三个 哎呀 兄弟们不要演呐 这个我怎么把兄弟也给挂了 自己也给挂了呀 只剩下了AZ 原来是右敌深入卖个破阵 是卖了个破阵 就能看到在服务人的AZ 吻了一手周平言 还是成功的算是成功的摸下了这一片区域吧 是的 我们现在在山顶乱伤 哇好舒服 好舒服 是两边互号的 就是sms是拿了一点悟空的分数的 因为波恩应该是作为劝架方过了 而且现在的位置还可以去打把圈形 波恩现在已经打到第三名了 他已经打到第三名了 是的 你看圈形 哎这里感觉怎么只看到 忘仔和龙斯两个了只有 因为刚才博良在 南部拔掉以后 他们跟RBS搞了很久 嗯 你不过fty应该也是比较难 现在手感正好啊 对两个人守这个战壕肯定是守不下来了 是的 很难啊 难度确实比较高 你看周平言 周平言 这把我感觉FM真的杀了不少人 他之前的分数才是第五名 他现在已经杀到第二名了 对 而且他现在满边状态还挺好的 他还有车 还弱色 还高点 对 有个高点可以抽麦田上的把 他抽完了一口信息获取完了 随便找个地方 就是竞圈都有都完全ok 嗯 其他还是一个诉求 打倒一个木子里木子里 好像也也不在圈 我叉叉路路直接把人都拿到 10杀果然啊 这把 嗯 他这个分数估计他全要拿 他把外天杀光了 我应该你一生二 有跟上 前卫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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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一个人 就你从右上角的信息就能知道 FM手伸的真的是很长啊 这边头顶坡上在打他远点还能继续抽 是的 这里 TMA是符合FM 是的 MCG两个人在厕所里面先避开一波 关键是这个厕所一会也得出来呀 好 9号12月一个掉哎你看我多拿了一分的排名分 是 啊长刀四个队伍第五阶段 这爱人格的圈形 啊来了通 去这天还是通得去扶 对 抽叨叨叨叨叨叨 你就天天地一直在点哈哈哈 棒棒棒直接往上面丢雷 哎没有丢吗 没道具了吗 可能是想省他要省雷等会跟FM打球赛了 是的 哎呦在天霸冲过来的时候 我怎么看到FM这边还拿了两个淘汰啊 远点小海在抄这个 FM全员火力开 全开 太熟了 已经刷到第一了 已经第一名了 已经第一名了兄弟们 好了四打四来吧 电子禁忌真是瞬息万变啊 瞬息万变 龙全这两个月要散了 小海先被直接就被小阳一枪栓鞠给放倒了 但是能复 这个栓鞠换的是有道理 哎呦原来是诱饵 我这个小五这个角度找得好刁钻 静点过来灰灰 小鹿直接把灰给放倒了 另外小阳也倒了 龙总 龙全打两个 我打 车炸了 我车把小鹿炸倒 是的 龙总拳一打二 哇 这个栓鞠换的真是有说法的 还有谁说栓鞠没用呢 是的 用处太大了 这种尤其是这种 只有两个队伍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后点挂着啊 现在巨服也把人扶起来一打四 太晚了 狮子博住 全力一搏 嗯 不要留任何的机会 好的 恭喜巨服 也是九杀吃鞠 我巨服这个九个他在吃鞠 他的分数也直接